大家好,我是宝斋哥 前两天北京搞了一个旅游的一个宣传活动 就把北京能拿得出手的,吸引人的 全都给集中在前门大街做了一次亮相 我当时在现场,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在现场我能感受到三个老是大家最喜欢的 还有两个心是我个人的发现 这个对大家以后到北京来玩的时候 应该是有很大的一个参考价值 那我们今天就挨个说吧 三个老,第一个老声音 在现场有一个老人 他其实是属于卖吆喝的 这个吆喝是聚集了大量的人 他们其实特别想听个热闹 其实很多人是知道一些老吆喝的 包括我也是 只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在这么喊了 所以这个老吆喝呢 非常的吸引人 他像个人 一开始 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 你真心 我一个人 这三我的 你把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 你都要 我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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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全身的水来 骆驼给我脱 那来的你脱儿啊 给我打我 买的多来 你尝个口 打 好嘞 再有就是老味道 包括吃和喝 我之前在节目里面提到过 像有的是涮肉啊 有的是护博斯小吃啊 特别是这个喝 北冰洋汽水 是典型的老味道 所以呢 我们节目里面的单独说 再有一个就是老触觉 这次我发现荣宝斋出面了 我以前在做节目里面的时候 没有提到过荣宝斋 因为他们有些手艺 实际上是一直藏着 没有漏出来 这次我发现他们出动了 而且他们有很多手艺 已经开始展示出来 要跟大家有体验 所以不光是要做产品 要当面要体验 我待会儿呢 给大家看一下 再有就是新 2020年 前门大街呢 应该是重新招商 我印象中的商铺 我感觉已经换掉了50%以上 所以很多的新的商铺入住 如果说夜间有一种灯光秀 就是照在前门 或者是这种古建筑上 那是一种很美的象征的话 前门大街绝对是能算得上的 所以在这次节目里面呢 我会给大家一块看看这个夜景 好了 那我们就不多说 就直接进片子吧 北冰阳汽水这块 当时我看到的那个电火 非常热情 他当时就说啊 这有一冰槽 冰槽上面放着一瓶盆汽水 用手这么一滚动 这么一捋 这气水在上面一转 就受凉均匀 所以呢 当时这个手法啊 是整个北冰阳汽水里面最享受的这个过程 就是捋一下瓶子 哗哗哗一转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 连这个铝瓶子都这么传统 这么地道 重点说一下这护国寺 护国寺呢 其实大家知道 国宴里面的斑豆黄 别看他小 但是是国宴第一道菜 我在以前节目里提到过 很多人实际上是没有怎么仔细尝过的 到了荣宝斋 荣宝斋这里面有几件手艺 他呢 现在是招这个体验生 就是说我是游客 我到那可以体验 一天能做什么 比如说啊 这个雕刻 木雕 师傅比如雕一个前门 或雕一个印章 一般一天之内能完成 还有就是掐斯法郎 你用胶把这个金丝 还有一些涂料 放在一个盘子上 差不多也是一天之内能够完成 荣宝斋呢 其实还有一些手艺 比如说风筝和风车 可能很多人觉得很普通 但是其实你别忘了 风筝和风车 其实都是非宜的一些 手艺人在做 我当时问了那个荣宝斋的人说 谁做风筝不是做的 但是他不是 只有 非宜的传承人 自己做的 才有资格在这个风筝上 扣个印章 那么风车也如此 风筝和风车表面上看 好普通啊 但是他们都是非宜的传承人 来制作的 还有一样手艺 就是这个 一比一的这个复制 他们有一种能力啊 因为他们是做这个古字画的 所以他们有能力把这个 以前 某一些名人的书法 一比一的复制下来 这个很厉害 这个叫套色 这个套色啊 我们不太懂 之前我问过 他说是拿这个模具 木板先刻好 然后把纸放在这个木板上 如果这个原作品上 有多种颜色的话 那就用 不同的这个模具来做 所以这个工艺非常复杂 我曾经在他们店里看到 有吴冠中的作品 我说这是怎么做的 是影印的吗 他说不是 是用木板复刻的 那么有多种颜色 他就刻多种板 然后拿那个纸 然后来去找这个板 对应的位置上去上色 所以这个绝对是一种 很难的这种技术 而且有那个字特别大 那你就得一比一的做 这种对应的板 有多大字 就做多大的木板雕刻 所以这个手艺是 这个荣宝斋里面独有的 这次活动没有展示 木板复刻的这个技术 主要是为了让大家放松 看着玩 所以拿了他们的一个普通的木雕 大家可以看到底下有这个 前门啊 还有脸谱 而且这些东西还可以定制 除了大家到北京来玩 你可以体验 你还可以说 哎 我想带个什么东西回去 能不能定制一下 可以让师傅现场给你定制 所以我觉得到北京深度游 这个老味道 老声音和老触觉 一定要做 好了 今天先聊到这 我们下次再说 拜拜